來自東非困苦環境的跑者 主宰馬拉松是普遍的印象 不過這位出生在已開發國家的中產階級的女性跑者 保持了女子馬拉松世界紀錄達16年 甚至被譽為超人類 最難突破的紀錄之一 直到後底碳纖維板跑鞋問世 才被突破 而且 如果將當年排在他前面使用禁藥的選手踢除 他其實在2004到2007年間 同時保持了5000公尺 10000公尺 和馬拉松三項乾淨的世界紀錄 他經典的點頭掙扎跑法 更顯刻苦明星 讓觀眾動容 他就是英國的寶拉 1973年 1973年 保拉出生在英國西北部財郡的小鎮 達文漢姆 為了治療氣喘 和貧血 7歲時 和有在跑馬拉松的爸爸 開始一起跑步 並加入在地俱樂部 10歲時 保拉和父親 前往倫敦 因緣際會在倫敦馬拉松賽道盤觀賽 在目睹了挪威馬拉松傳奇 克里斯丁森後 深受感動 並立志成為一名跑步運動員 12歲時 保拉全家搬到英國中部 的貝德福郡 他和弟弟馬丁 一起加入了當時在英國國內 實力最堅強的俱樂部之一 貝德福俱樂部 開始接受教練 埃利克斯 起蒙子島 他爸爸之後也成為俱樂部的主席 媽媽也接下俱樂部女子越野組的經理職務 全家都和跑步 密不可分 一加入該俱樂部後 國小6年級的保拉 就在全國級的越野賽 和18歲以下的國高中生競技 13歲國一 就能拿下全英國第4名 之後連續三年 都拿下第2名 1991年 終於拿下冠軍 並在田徑場上 稱霸英國學生的 1500公尺 同年在歐洲 青年錦標賽3000公尺 拿下第4名 1992年 18歲的保拉 在世界越野賽 拿下冠軍 一舉成名 而他跑贏的就是 東方省鹿王軍俠 接著在歐洲 U23的3000公尺 稱霸 並在世界 青年錦標賽3000公尺 以8分51秒 拿下第4名 保拉高中畢業後 進入羅浮堡大學就讀 三修 法文 德文 和經濟 還以一級榮譽學位畢業 堪稱學霸等級 而更驚人的是 他同時進行著高質量的世界級跑步訓練 並在世界舞台上 展露頭角 保拉和大他4歲的先生蓋瑞 也是在大學這個時期認識 蓋瑞來自愛爾蘭 是位世界級的中距離跑者 個人最佳為 3分34秒76 曾獲得 世大運銅牌 不過畢業後沒多久 就因為膝蓋問題 終止選手生涯 成為保拉的經濟人間教練 他也是Mofara從美國返回英國後 的教練 1993年 保拉19歲 在德國斯圖加特市井賽闖進3000公尺決賽 最終以第七的佳績解鎖 初世界級大賽 當時是由中國馬家軍 搖搖搖領先橫掃金銀銅等獎牌 1995年 哥特保市井賽首度加入女子5000公尺和10000公尺 耐力極佳的保拉開始專攻長距離 在市井賽前跑出5000公尺14分49 改寫英國紀錄 並在市井賽5000公尺以14分57 拿下第五名 1996年 他在奧運初登場 參加5000公尺 玉賽就碰上4年前在世界越野賽跑贏的 王君霞 但王君霞隔年就超級大躍進 好幾個檔次 成為世界級跑者 他們這組在玉賽非常溫馨 保拉一路跑在領先群 最後階段才稍微加壓篩選出前四 他穩穩的以分組第三晉級 決賽一開始配速也不快 不過最後五圈王君霞和肯亞的保齡 出來加壓 並迅速拉開和其他人的差距 保拉撐住自己的配速帶領著集團前進 尾速不見長的他 最後以第五名進終點 算是眾人意料之內的佳績 1997年 保拉持續在5K以下的場地賽努力 把5000公尺的個人最佳推進到了14分45 足以在該年的市井賽決賽上 一路零跑到只剩3人能跟上 不過缺乏尾速的他 最後又被開掉 第四名完賽與獎牌擦身而過 1998年 保拉把訓練量往上堆 開季就在世界越野賽獲得亞軍 並在年中首度嘗試 1萬公尺 就跑出驚人的30分48秒58 剛好是當年世界歷代第10節 這邊也要特別註明一下 當時前10節中 有7名是中國馬家軍的選手 該年 他以金牌熱門之資 來到歐洲盃萬米 但狀況不佳 在8月盛夏高溫下 領跑了24圈後 還是被開了 以第5名完賽 1999年 保拉在市井賽萬米 跟伊索比亞的吉特 和肯亞的特格拉展開對決 一如往常 保拉一路領跑 持續加壓 直到最後一圈三人才開始拉尾速 這次保拉成功把速度拉起來 以30分27秒 奪下銀牌 金牌吉特為30分24秒 紅牌的特格拉為30分32秒 三人都晉升到世界歷代 456節 在20世紀尾聲 保拉在長距離路跑 出勢提升 在英國指標性半程馬拉松 Great North Run 跑出70分內的成績 進入21世紀 也就是有奧運的2000年 保拉開季 為膝蓋問題 和感染病毒所擾 年終滿血回歸 雪離奧運萬米 他依然奮力領跑24圈 然後又被開掉 雖然以1秒之差改寫英國的記錄 但再度與獎牌擦身而過 讓他心有不甘 奧運結束2個月 保拉就在半程馬拉松這個距離 好好發洩於 奧運獎牌擦身而過的怨氣 他先在 Great North Run 跑出67分7秒 改寫歐洲記錄 並成為世界歷代第5節 隔不到一個月 他就在世界半程馬拉松 錦標賽風後 他才意識到 自己真正的舞台 是在公路上 當然正值巔峰的保拉 並沒有馬上從田徑場抽離 轉往公路 而是雙軌並行 逐漸調整比例的方式 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2001年 保拉在世界越野賽首度封後 在長賽道拿下冠軍 在短賽道拿下亞軍 在市井賽上 他按照慣例 奮力領跑24圈 然後又被開掉拿下第4名 由於在場地賽 常年因為禁藥使用者 而錯失獎牌 喪失了很多當下的權益 寶拉和隊友在5000公尺預賽時 在場邊舉著 寫有 EPO Cheats Out的牌子抗議 這個畫面很快就傳遍全世界 而這行字 也是寶拉的老公蓋瑞的手筆 然後寶拉再度把怨氣 發洩在路跑上面 在世界半程馬拉松錦標賽完成2連霸 跑出66分47秒 把世界利貸排行 向上推進到第3節 2002年 是寶拉邁向最偉大運動員之列的開端 開季先在世界越野賽2連霸 然後在倫敦馬拉松獻出出馬 一跑 就以一鳴驚人的2小時18分56秒 擠升當時世界利貸第2節 離當時肯亞凱撒林 所保持的世界紀錄只有9秒 年終 寶拉在歐洲被萬米 一人獨走 完全沒人跟得上他 他以熟悉的奮力跑法 一路以每公里3分整推進 最終以30分01秒09 奪冠 並擠升當時世界利貸第2節 僅次於青年時期的對手王君霞 不過以後來馬加金選手 在2016年自白 將用藥公諸於世的情況來看 其實寶拉可以說是保持了6年乾淨的萬米世界紀錄 年底 寶拉就和凱撒林 在芝加哥馬拉松 直接對決 兩人和男子選手形成大集團 後半寶拉逐漸拉開領先差距 以2小時17分18秒奪冠 大幅改寫馬拉松世界紀錄打1分29秒 他也因此獲頒大英帝國勳章 並獲得女王的接見 2003年 寶拉維持巔峰狀態 年初寫下10K的路跑世界紀錄 30分21秒 然後在倫敦馬拉松 以2小時15分25秒 再度改寫世界紀錄 這個紀錄一保持就是16年 直到碳板鞋普及於路跑 才再度被超越 而這個成績 在世界田總 又高達1281的分數 也是當時 世界各田徑項目 最高的分數 2004年 寶拉以當時 最強長跑皇后的氣勢 備戰雅典奧運 一直到年中 都非常順利 在歐洲杯5000公尺 跑出14分29秒的個人最佳 為當時世界歷代第3節 不過當時世界紀錄保持為 後來被驗出禁藥的 土耳其選手 艾爾文 第二節是中國馬家軍的江波 寶拉可以說是保持乾淨的 5000公尺世界紀錄 到2007年 寶拉在上半年巔峰的表現 讓他在奧運萬米 拉松奪下金牌的呼聲極高 這是30歲的他最有機會圓夢的一次 但他在奧運賽前兩週 悉傷惡化 不僅需要透過注射治療 還服用了大量的消炎藥 加上比賽的壓力 導致不良睡眠品質跟腸胃炎 寶拉依然堅持站上 雅典奧運馬拉松的起跑線 但身體狀況實在不允許 他在無法直線前進後 逐漸氣力放進 在36K停下腳步 坐在路邊哭泣 寶拉的意志 讓他 5天後 再度站上萬米的起跑線 不過再一次的不敵尚未恢復的身體狀況 他在剩下8圈10跳車 而這次 是在理性判斷下做出的決定 身心的影響也沒有馬拉松來的大 奧運之後 英國國內 對寶拉未能玩賽有兩極化的反應 有人以正向的方式鼓勵他 身體不行 也不要太勉強 但也有輿論批評他 沒有貫徹馬拉松的精神完賽 辜負了他們的期待 面對這些排山倒海的壓力 寶拉都一一克服 並很快解決了身心的傷痛和壓力 將訓練回到正軌 年底在紐約馬拉松 以2小時23分10秒奪冠 向世人證明自己 2005年 倫敦馬拉松 首度將精英女子組 提前起跑 寶拉也因此寫下 2小時17分42秒的 純女子世界紀錄 這個紀錄一保持也是12年 不過這場比賽讓他 明揚全世界的 是中途停下來小便的鏡頭 十幾二十年來 不時被世人回味 或被當作搞笑題材 寶拉自己是覺得 沒什麼大不了就是 同年 寶拉在世錦賽馬拉松 以壓倒之姿豐厚 游刃有餘的以 2小時20分57秒 寫下大會紀錄 這也是他4度奧運 6度世錦賽中 唯一的一面金牌 奧運後滿血復活 並用3場馬拉松桂冠 純女子世界紀錄來證明自己之後 寶拉決定從競技中抽離 他和先生蓋瑞的第1個孩子 艾斯拉出生 直到2007年他才恢復訓練 2007年底 寶拉回到睽違兩年的賽場 在Great North Round復出 以不俗的67分53秒拿下第2 當時是美國甜心 Kara Goucher 以66分57秒奪冠 一個月後 寶拉在紐約馬拉松 以2小時23分9秒奪冠 剛好比兩年前跑的快1秒 2008年 又是4年一度的奧運年 上半年寶拉因傷產生 無法正常訓練 好不容易恢復到還可以的狀態 站上北京奧運馬拉松起跑線 跑到一半抽筋 必須停下來伸展 不過這次他完賽了 以第23名通過終點 年底 寶拉再度參加紐約馬拉松 並再度以2小時23分台奪冠 在這之後 他一直因傷所擾 2010年生育第2個小孩 兒子拉菲爾 之後他除了2011年 在柏林跑出2小時23分46秒 第3名 就再無突出表現 幾乎停止比賽 常常一停 就是一兩年 終於在2015年 41歲的寶拉 宣布以倫敦馬拉松作為他退休的終點站 接近4年沒有在第一線競技 這次他沒有以女子精英的身份提前起跑 而是和所有參賽者一起出發 為了這場告別賽 寶拉還是稍微有練一下 以2小時36分55秒完賽 傳奇的選手生涯 畫下句點 寶拉保持的世界紀錄 在碳板鞋時代 才被超越 2017年在倫敦馬拉松 肯亞的 以2小時17分01秒 改寫寶拉保持了12年的純女子馬拉松世界紀錄 超越原本紀錄 41秒 不過他當時 不是穿碳板鞋就是 所以裝備上來說是平等的 2019年 寶拉保持了16年的馬拉松世界紀錄 在芝加哥馬拉松被肯亞的 Brigitte Kosky 以2小時4分04秒改寫 超越原本紀錄 達1分21秒 而寶拉也剛好在終點 兩人留下歷史性的銅框鏡頭 寶拉選手生涯前半段 面對很多後來被發現使用禁藥的對手 不僅當下與獎牌無緣 也沒有獲得該有的世界紀錄和榮譽 當時 不少選手用藥驗不出來 也不是圈內的新鮮事 寶拉和蓋瑞 以及其他選手 曾以不同的形式抗議 常年來多次公開抨擊禁藥使用 但由於寶拉 曾跑出過比當時所有女性 還快3分鐘以上的馬拉松世界紀錄 寶拉的紀錄和榮譽 也常年飽受之一 2015年 包括Morphara在內 不少英國選手公開藥檢紀錄 但寶拉選擇不公開 且在接受BBC訪問時 表示不鼓勵選手公開 我認為如果你放太多資料 在公開的領域 你會危險做很多事 你會危險被被錯誤 或被錯誤 但你也會危險把資料 放在那些人 在搗亂的系統 然後會學習資料 如何擁有 他們在這位完美的位置 這不是我們想 這不是那樣 這不是那樣 寶拉20多年的職業選手生涯 加上從選手身份退休後 担任国内外多个协会基金会理事或委员 也是BBC的赛事讲评 截至目前为止 他的身价为1600万英镑 超过5亿台币 即使退休后 他的动态、发言 在世界体坛一直都备受关注 有很大的影响力 感谢观看